今天这个发布会的主节谢雨昕出场 有请 有请 小雨姐好 新年好 谢谢你 非常地高兴能够在新年刚刚开始 又跟大家见面发现我的这张唱片 新成就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 然后就像刚才你说的那样 今天天气非常的高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 大家辛苦了 谢谢 其实我想选这一天来做发布呢 真的是有了一点点用心 像我们可以说是 今年新年刚刚开始 作为一个歌手来讲 这是新歌加精神 一个是对以前的一个总结 另外新歌后面也是给大家呈现另外一个 可能雨昕将来会给大家做的一个改变 然后一方面的呈现 那我们知道了 其实虽然我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在后排看到一个新的形象 但是还想请您跟我们广大的媒体朋友啊 个民朋友介绍一下 究竟是什么呢 自己当你正在这个做一个新的改变 其实我剪了头发以后给我的反馈 当然了我身边的朋友可能是因为鼓励我 因为他们爱我 所以都说啊很好啊 这个新造型很棒 然后让人觉得更加的轻率了 然后呢实际上我剪这个头发 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念头 你觉得突然有一天就觉得啊 我想把头发剪了 然后可不可以如果我把头发剪了的话 是个光头的话会是怎样 是突然的一个想象 然后就就很奇怪 这个想法就一直在心里面 然后就跟我的经纪人 还有我们公司的徐强老师一块商量 当时是有点心呆 怎么回事 因为他也是个光头 所以他就啊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就是就是被我的这个情绪感染 然后呢我就就决定要剪头发 我说我想出一张这样的唱片 把之前的这些歌弄在一起 然后呢重新改变一个形象 因为其实我在三月 去年的三月八号也发了一张新唱片 叫《西日天地》 《西日天地》 当时试图也想改变形象 因为还特意去日本做了造型 然后摆着各种很酷的造型 但实际上发了三天以后 我的很多的歌友 还有很多朋友说 你即使摆了那个造型 还是甜甜的你 还是还是一个玉米的感觉 只是你摆酷而已 所以我就想能够 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真的一下能够摆脱以前的那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不想再再做玉米 不是说不想做玉米是因为玉米不好 其实玉米很好 因为玉嘛 大家都非常的那个 但是呢 对 但是呢 自己的年龄慢慢大了 像2005年了 自己又大了一岁 越来越老了 永远去玉米 永远去青春偶像 自己很辛苦 而且也觉得很累 很若若 所以呢 就希望能够有一个特别的办法 能够让自己一下觉得改变了一个形象 所以就就把头发剪了 当然剪这个头发可能走的比较极端 比较极致就一下就这么做了 但是现在我很开心 真的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我觉得把头发剪掉以后 觉得真的是那种一下把什么都给是重的感觉 另外一个情绪 就像今天来参加发布会一样 但通常呢 要化妆 要选衣服 然后就要弄头发 那现在就不用了 化好妆 衣服一穿 它就可以出来了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不同时期 然后更加丰富 更加多样的一个现象在大家面前的 那我想问一下小玉姐 因为我知道就是无论是影视啊还是音乐 你的影迷歌迷都非常多 就您的这个形象 大家您的歌迷影迷的一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新田地有一个自己的网站 那上面也有很多我的我的呃 支持我的朋友 那我好像前段时间看的时候是绝对接受不了的 少数 可能是一个还几个 呃特别喜欢的 有个少数 嗯 还可以吧 反正我们喜欢它 它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们只是比较多数的 这点还是真正的那种理智的歌迷 非常贴心 那其实我们今天因为是这个新专辑的发片会 所以我们可能还要是会正在谈到我们这张专辑 其实无论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改变 然后那您心情跟他也谈到自己的改变 在新专辑里面有没有一些提前 呃当然有 呃因为呃剪头发实际上是一个形式 更更重要的我觉得通过这个形式让我自己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态和现在呃整个对音乐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都不一样了 一点都不踏招真的是这样 觉得头发都剪了 这么这么极致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了 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呃做不到的 所以呢 这张唱片呢呃有九首是以前大家熟悉的歌曲 像第三天啊 像谁啊 像爱情经济到底 因为是这些歌在不同的阶段成就了那个时候的歌手 这一笔心 所以呢 我也非常地感谢这些歌曲的呃词曲作者和以前唱片的制作人 嗯 那么呢这次呢故意把这些歌呃全部都穿在一起 因为我刚才说了不同阶段的成就了我 所以呢就呃就把它起名字叫成就 那为了配合这个主题呢我们也特意呃创作了一首新歌叫成就 这下就跟这个唱片的是同名 然后呢这个成就呢我也参与到呃词的一个创作的 呃也也也参与到词词的创作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呢大家看到这个歌词以后就能够体会呃 谢雨昕现在的这个心态 嗯 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呃尤其是呃前段时间呃发生了喊笑这样的一个一个事件 对所以呢我希望我每个人都能够有感恩的心态 呃有这个发自内心的那种善良去对别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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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